尽管已过去多日,但谈起自己的西安之旅,南京青年陆远至今仍觉得不可思议,怎么自己一下飞机就遇到了疫情,然后回不了家,最后还当上了防疫志愿者。陆远想了想,告诉记者,可能这就是特别的缘分。 12月25日,西安在疫情中迎来一场大雪,也开始了新一轮核酸检测,在西安市连湖区环城西路街道西夷社区,志愿者陆远即将开始日常工作。 在几天前,他还是一名从南京来西安采风的摄影师,得知遇到疫情无法回家时,他也曾有些慌乱,但冷静的性格还是让他认清现实,只有疫情散去,自己才能早些回家。 于是陆远有了当防疫志愿者的念头。 因为之前南京也爆发过疫情,然后看着他们的那些志愿者,就是说非常的辛苦,然后我也想受他们感染,我也想参加一下这里的志愿者,然后就搜出了附近街道办的电话,然后致电给他们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,然后第二天他们就给我打电话,让我报到。 陆远目前服务的社区有居民4000余户,14000多人,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主要有核酸检测,保障居家隔离户,流调等。 虽然是外地来的志愿者,但陆远并未觉得自己特殊,跟其他防疫人员一样,每天工作强度很大。 陆远呢,是咱们,是我们现在的一名志愿者,他是在从南京,本来是从南京18号到西安,过来西安旅游的,那因为疫情呢,现在也自如在西安了,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积极的联系,沟通,然后就把它转,吸纳为了社区的这样一个倡议前线的志愿者。 陆远称,几日的工作让他体会了基层防疫人员的辛苦,大家不仅要对抗疫情,还要安抚民众情绪,有时也会被人埋怨,误解,有同事偷偷擦掉眼泪,还是会继续坚守在岗位。 虽然自己在被滞留的第一时间,就跟父母联系过了,但当志愿者这件事情,陆远暂时还没让他们知道,主要是不想家人太担心。 西安的气候饮食,让南方长大的陆远有些水土不服,也让他私家心切,每晚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酒店,最惦记的就是家人和当地的美食。 这种思念,也支撑着他继续与疫情抗争。 希望通过我的努力,能让西安的疫情早点好起来,也为国家出一份力,也能让我回家和家人团聚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